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在想 我种菜和养花 可能和很多朋友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可能会更享受种植的过程 和追求蔬菜的口感 所以 山丑的频道 纯粹就是一个讲自己故事的频道 大家不一定要效仿 就当故事听听罢了 在澳洲生活 我总是有很多机会 可以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小苗 像这一棵就是来自于 泰国的青芒果的小苗 那么这种小花盆越积累就越多 一开始 我觉得它们很烦 我都没有地方放 但是到后来 我发现 这些小花盆 如果利用得好的话 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的 这些小花盆越来说 这些小花盆越来说 那你也看着来 这些小花盆越来说 你能看到这些小花盆越来说 啊,看! 裡面就好了 一輛小的 雙小的 但他們都給了一輛 但他們都保存在幾個地方 對 非常好 非常驚訝 對,綠椒做得很棒 利用小花盆來種菜的靈感 來自於綠井 我們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井圈的外面长满了杂草 而井圈的里面却只有非常少的一两根小杂草而已 既然它能把杂草阻挡在绿圈的外面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套种蔬菜 所以我就开始把那些废弃的花盆全部搬出来 用来套种蔬菜 照着绿井圈的样子 我把小花盆剪成了上下两个部分 下面的部分可以用来育苗 而上面的部分剪开以后 就跟绿井的功能是一样的 可以用来种植物 两个月前 我用这样的方式播种了松花菜 我还在小花盆的周边 播种了苏州青 也就是我们说的小青菜 二十天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块地的时候 发现松花菜的小苗和青菜苗都已经长得很不错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 大多数松花菜的小苗都长出了四片蒸叶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多出来的这些小苗 移种到别的小绿井圈里面去 而这个时候的小青菜 已经长得比我们的松花菜还要大颗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松花菜边上的这些小青菜呢 采摘掉 可以开始使用它们了 由于小井圈的作用 松花菜和青菜之间的根系 相互没有缠绕在一起 所以它们彼此都生长得特别好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绿井圈 可以把杂草挡在外面的作用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 无论你的菜地的土壤是多么的疏松 多么的透气 我们在给植物浇水的时候 水也不可能自动地集中在蔬菜的根部的地方 而是会漫流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么我们每次浇水就会浪费掉一部分水 把水分锁在小井圈以内 可以使我们节省不少的水资源 同时也能减轻我们种菜的经济负担 这是两棵西兰花 一棵种在小井圈里 另一棵种在地上 它们的生长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看上去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小井圈并不会阻碍蔬菜的生长 用这种方法 我每年可以节省掉 差不多百分五十的水的开支 又过了二十天 松花菜长出了第六片小枕叶 这个时候我又做了一个实验 我把整棵菜从绿井里拔了出来 然后认认真真地把土重新松了一遍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土里面已经有了很多的蚯蚓 蚯蚓特别喜欢在种松花菜的土壤里面生存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年都发现只要一种花菜 土壤里面肯定就会有非常多的蚯蚓 为松花菜苗挖好了一个小坑 在坑底部埋上了一些鸡粪颗粒肥 再撒上一些血骨粉 按照常规的做法 我们是不可能在苗已经长到这么大的时候 再把它挖出来 然后再在它的底部释上一些底肥 但是如果我们用小井圈的话 就非常容易做到 而且一点都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小苗 其实花菜是一种根长得比较浅的植物 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它的根基本上都是贴着地面在长的 虽然它也有一些比较主要的根系 会往深的地方去长 但是特别难 所以在它的底部埋上一些肥料的话 再把小苗种上去 它的根部肯定就会往下面去长 这样的话蔬菜就会长得更好了 当我们把井圈拿掉的时候 会发现松花菜的根系被控制在了井圈之内 没有向边缘去扩展 而是往深的地方去生长 这也是小井圈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种植大咖们都经常会这么说 植物有多高 根就会有多长 但是你要让根往深里面走 那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所以小井圈真的很得我心 我们刚才又彻底地松了土 还添加了不少的肥料 那么这些聪明的根须 一定会往更深的土壤里面去寻找肥料 又过了十五天 我特地留下了两颗松花菜 没有把小井圈拿掉 这时候松花菜已经长出了第十片小镇叶 小井圈神奇地把花菜的根系 都集中到了井圈的底部 菜地里的小蚯蚓也已经长成了大蚯蚓 用已经松好的土跟肥料混合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根须已经露在外面了 不能直接放在肥料的上面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小井圈拿掉 这么大的一颗松花菜 我们又做了一次移植 而且是100%保险的移植 我们还在下面添加了积肥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在用玫瑰花酵素 按照1比50的比例和水兑好以后 进行浇灌 这个步骤是为了让松花菜的根系 能够长得更加的健壮 这颗松花菜真的没有任何理由长不好了 从播种到现在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看着长势这么好的松花菜 我们的小井圈真是立了大大的功劳 也许每一颗蔬菜的背后 都有蔬菜主人的付出 主人的想法 主人的做法 好了 我要打住了 不然又要喋喋不休说不完了 有关小花盆和松花菜的故事 就讲完了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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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